每到夜晚,荒之谷的小镇上,就会出现一群丧尸,小奥特慢慢都不敢出门,只能躲在家里,被丧尸吓得瑟瑟发抖,但丧尸从来不敢走进家里,只因为小镇里有一只聪明厉害的大黑狗,大黑每天晚上都要巡逻小镇,保护居民的安全,然而就在这天,小镇里的丧尸突然多了很多,他们再也不怕大黑了,最终大黑体力不支,在和丧尸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了,这群怪物太可怕了,奥特慢慢你们在哪? 好,来救救大黑呀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小奥特曼只看见大黑倒在地上,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 大黑,你为了保护我们大家,被丧尸咬死了,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你是我们的骄傲,我现在就把你小时候的照片发出来,小伙伴们一定会给你竖大拇指的 所有人给我站一边,因为贝利要我要收钱,你人一百块,快点快点,你再说一遍 把小小的地球上面,抓呀抓呀抓,把小小的奥特曼来一个一个在杀,你再说一遍 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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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拿大炮炸我屁股,肯定有人给赛罗光,他才这么厉害,我要把他的丑照发出来,看看谁还愿意给他光 爱你独身走暗想,爱你不归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感度命运的强,爱你和我那么像,最后都一样 群马,平衡,这蓝绿的屏风,沾马,转到,以最卑微的梦,去那黑夜中,都如烟雨如红 不好,是怪兽,他们从水路进攻光之国了,快拉响警报啊 怎么回事,这边传来很大的动静,德凯奥特曼,你怎么了 是怪兽,怎么在光之国里,马上给我离开,这里不欢迎黑暗怪兽 怎么越来越多怪兽,我一个人可收拾不掉,我先把他倒下了,奥特曼就回去 赛罗你来得正好,有怪兽入侵,你去抵挡一下,我去叫其他奥特战士过来集结对抗 还有这种事,怪兽,哼,并叫他有来无回 奥特战士的能量也太多了吧,一定是地球相信光的人,源源不断释放光银之力,他们才有这么多能量 我快把他们的照片电图,发给地球人看,只要没人觉得他们帅,他们一定就没有能量 我就可以打败所有奥特曼,占领光之国 我列圈在灯,送人手上,我列圈在继续归美名上 我列圈在灯,出生地有法,我列圈在灯,长城无恙 夜圈打暴汤,老黑老黑,千年老黑,战无国次,如不悲催 都别喊了,快点给我闭嘴,听说赛罗出去修炼了 我们趁这个机会去攻打光之国,让他们尝尝我贝利亚的厉害 我们要把奥特曼全都赶出去,都给我精神点准备战斗 这一天,贝利亚趁着赛罗不在,带着黑暗军团去攻击光之国 很快贝利亚就带着怪兽来到了光之国的门前 糟糕,贝利亚来了,小泽塔,你要去哪里啊 是不是要去找奥特之王,那我就送你一程,赶紧让奥特之王那个老家伙出来 泽塔被重重摔在地上,他亮亮呛呛呛的爬了起来,回去找奥特之王 奥特之王,奥特王不好了,贝利亚带着黑暗军团来攻打我们了 什么,赛罗出去修炼了,我年纪大了,不是贝利亚对手啊,这可怎么办啊 奥王你忘了吗,赛罗走的时候不是说了,如果有人赶来光之国捣乱 就朝天空发射三枚信号弹,这样他马上就会回来欺缘我们 不好了,是光之国发出的求救信号,是谁这么大胆赶来光之国捣乱 贝利亚,居然还敢来光之国 正好让你看看,小伙伴给了我多少光之力 我的妈呀,赛罗疯了,老到我们快点跑啊 快点溜了,一定是有人又在偷偷的给他传送能量 你快点把赛罗最丑的照片发出来 我就不信还会有人给他光 又一儿童节快到了,光之国要选举奥特曼去地球 陪小朋友们一起过节,大家都好好想一起拍谁去比较好 奥王奥王,我喜欢赛罗,拍赛罗去 奥王奥王,我喜欢迪迦,让迪迦去 好好,你们都不要吵了,这回我打算只让小奥特曼去 现在让他们几位小奥特曼唱小朋友最近都喜欢的哇哑哇哑吧 谁唱的好听就让谁去 有请第一位小奥特曼 大家好,我是小迪迦 小小的花园里面哇哑哇哑哇 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哇哑哇哑哇 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耶耶耶,唱得太好了,我们都给小迪迦打满分 耶耶耶,唱得太好了,我们都给小迪迦打满分 第二位上场的是小赛罗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哇哑哇哑哇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哇哑哇哑哇 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小赛罗也不错哑哦,奥王,让小赛罗也去吧 哈哈,终于给我出场了 在小小的花园里哇哑哇哑哇 种小小的巴打开小小的樱花 唱的什么玩意啊 贝迪啊,不要以为你变成小爱拿的样子就认不出来你 就你这又黑又醉的样子去到地球还不把小朋友都吓坏了 你给我回家翻译是吧 小朋友们,儿童节你们想让哪位小奥特曼陪你们一起过呢? 一,小迪迦,二,小赛罗,三,贝利亚 记得告诉我哑,预祝大家六一快乐哑 哈哈哈哈,小赛罗,好好享受吧你 你们给我住手,只要你们放了小赛罗,本大爷来替他挨打 呀,我还没有打过黑暗皇帝呢,一定很爽吧 使劲啊,没吃饭啊,我一点也不疼 小赛罗你快走,我真的一点也不疼 嘿嘿,小迪迦,你就好好享受电击吧 臭丑们,放了小迪迦,本大爷来享受电击 娘,电击贝利亚一定很有趣啊,来来来 没用啊,完全没有用啊,小迪迦,你快走 本大爷完全没事 怎么办,小朋友们,贝利亚为了救我们,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又不想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真的变好了呀 贝利亚,我给你光,我也给你光 小朋友们,我们把贝利亚的照片发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他帅,他就能很快恢复了 这天小赛罗和他的狗狗小飞飞在草地上欢快地玩耍 依然不知危险,正向他们靠近 要飞飞给大家表演一个战力 叶叶,你真的太棒了 来给我坐下 好听话的小狗呀 我要奖励你棒棒糖 最后来一个握手动作 叶叶,好棒呀 我真是一个熏狗的高手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小赛罗竟然独自一人再跟狗玩 这次终于让我抓到机会了 看我怎么收拾它 过来吧你 救命啊,黑暗杂鸡你放开我 我爸爸就在附近 我只要大叫一声,他马上就来 你不要骗我了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周围没人救你和这一个臭狗 去你的吧 你这个臭狗竟然偷袭我 等我站起来,我让你好看 一个低等的狗,还想救主人 真的不自量力 去你的,不跟你们玩了 我走了 小飞飞,你怎么样了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你要坚持住啊 走,我带你去光之国 让奥特之王救你 我先把你的照片发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有多可爱和勇敢 我藏在人群中 然后失去进攻 向我的名字 从你的记忆进攻 我终于平庸 终于化成了 如果你逃避的风 太好了,太好了 炸鸡老大 我们捡了一个贝利亚回来 让我看看 还真是贝利亚呀 这个煤球不会死了吧 哈哈 是你大爷 我就睡个觉 就被这几个垃圾给扛回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贝利亚老大 我们捡了一个小赛罗回来 让本大爷看看 还真是小赛罗啊 不会死了吧 赛罗要气死了 你们才死了啦 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 小赛罗一拳一个 外叔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些蠢蛋 居然把小赛罗给搬回家里来了 怎么这么厉害呀 吓死宝宝了 老大 我们把他的丑照发出来 只要大家觉得丑 他就会失去光 我们就来烧烤他了 天哪 托雷基亚把小奥特曼们 一个一个的投到海里 喂鲨鱼去了 简直太坏了 哈哈哈哈 第一个非常开心 第二个十分快乐 第三个万分高兴 哈哈哈哈 托雷基亚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什么贝利亚 你居然坏我的好事 你给我等着 我跟你没完 给我烧 烧得越烫越好 身为黑暗奥特曼 居然敢帮助小奥特曼 一会儿把他放入铁水中 化为灰烬 哈哈哈哈 我帮他给我冲 救出贝利亚冲啊 贝利亚 谢谢你之前救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现在就把能量 全部传击给你 助你恢复 我们把你的照片拿出来 让大家知道你开始编好了 加油啊 贝利亚 自取本身太净凉 我让人断肠 你我天涯各一方 我追着你的月光 泪却是了阳光 我是随风藏的网 哈哈 小迪迦 你不是说你的好朋友 小赛罗他们会来救你吗 你的好朋友 现在肯定躲起来了吧 不会的 我相信他们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伙伴们给我冲 救出小迪迦 找你老大 不好了 小赛罗他们来救小迪迦了 还厉害的不得了 怪兽全都被打倒了 呃 软炸鸡 放了小迪迦 你现在已经跑不掉了 你说我跑不掉 就跑不掉了 雷德王 你给我挡住他们 赵老大我先溜 这些小奥童们 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不要赶快把他们的丑照发出去 让大家认为他们一点都不可爱 就没有人给他们供吃能量了 这样我才能打回来消灭他们 那快看 这些怪兽太坏了 抓了好多流浪狗啊 狗狗们都要被杀掉了 好可怜啊 狗狗们不要怕 我们来救你们 伤害流浪狗的人 我们不会原谅的 让我们下来 放我们下来 狗狗们你们快走吧 别再被怪兽抓住了 小奥童们们 让你们享受一下 进水的滋味 好玩好玩 眼看小奥童们们快不行了 狗狗 谢谢你们 你们真是太牛了 居然能开着飞机来救我们 我这就拿出流浪狗的照片 让大家认识到 好好善待流浪狗 会有好报的 对了 谁知道狗狗们的飞机 叫什么名字呀 也太炫酷了吧 我藏在人群中 然后失去惊恐 像我的名字 从你的记忆惊恐 我终于平庸 终于化成了 如果你 投屏 的风 我依然有没办法 人群中吴 我请你 我依然有没有 吴 有没有 危险 我 帮我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